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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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陛下希望殿下薄情 须知薄情之人必然寡恩 你总是为袁凯说好话 陛下圣明 陛下是爱之身 责之妾 更何况治水必要镇灾 镇灾必要防腐败 相往作为陛下心中的储君人选 也只有他能够比任何官员都镇得住这个局面 他既说得有理 那就给云看一次机会 你臭吧 是 陛下 湘王求见 让他进来 他好像是为了刘娥而来 说刘氏是冤枉的 陛下 保重龙体啊 来了 娘娘 皇上派三位皇子治水 叫袁左 袁玺同袁凯 共赴黄河 三人同权 协同治水 陛下 这 他不是要保刘娥吗 好啊 如今皇孙已经死在刘娥手中 那袁凯就不是储君了太子之位 有能者居之 鲜花盛放之时 也是他即将衰败之日 不如把养分留给含苞待放的花来 我明白了 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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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 他人呢 殿下 这是姐姐给殿下的 他让我去厨房做碗桂花羹 我一回来 他人就不见了 殿下 见心如物 早知命途多传 回不当初相逢 盟君亲心已待 可谓余生 思念 无始不义 一日在美百途 此去山长水蕾 叛君珍珠 婴儿 尽情 你都想起来 是 什么 我 想起来 到席 这儿 你应该接下来 看一眼 就好了 跟老大人 我 然 罪责却要他一个人来承担 是我没有掌握好的 他是怕殿下 与皇上争执不下 殿下难以被册封为太子 前途惊晦 不管颜儿在哪里 我定会找到他 可是殿下 怎么能私自离开京城呢 父皇让我去华州治水 我可皆由治水之事 一遍找寻殿儿的下落 殿儿不止一次向我提过你 他说你 是为不可多得的忠义之事 敢为义士 可云随我一同前往华州 愿意 义建院追随殿下 全力以赴 多谢义士 相亡殿下亲见 一别数日 阴心久仰 似君念君 无始不已 没有灯台 则望眼欲穿 昔日婆婆曾言 妾身已断然不会再有身遇 然妾身已数月不存月事 曾以为 应今日古鱼奔波 遂有此真 今日于途中寓衣衣馆 竟郎中细看脉象 方才得知 身怀六甲已有数月 不禁悲心交集 为愿殿下早日知悉 婴儿敬拜 一族 玉玉 一族 ヒ 是 一族 没有 没有 走 不想灾情如此严重 今年的水灾百年难遇 殿下若是不治理的话 很有可能会殃及京城 父皇派我兄弟三人前来治水 只希望 两王皇兄能够同心协力 帮助灾民 是 华州城的水关都在堤坝劳作 他们想修复堤坝 二哥以仙气前往 我们也加快脚步 前往长堤 是 官爷 干点吃的吗 官爷 干点吧 李大人 这怎么了 殿下 孩子们饿了吧 把本王的饼拿来 孩子 饿了吧 不急不急 都有 都有啊 殿下 不能给他们 殿下你跟我来 易静 殿下 你死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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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静 易静 殿下 这是为何 不可以给他们吃的 为何不可 殿下要是给他们饼 会要了他们的命的 一张饼而已 各位乡亲父老 只要我楚王在此一日 你们每日都有饼子吃 这样会出大事的 发饼子了 来 这有饼子 主王殿下发饼子 给你饼子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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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抢 主王殿下 不可以这样发饼子 每个人都有啊 别抢别抢 来 给你一个 来 给你一个 小姐们 别挤 别抢别抢 来 别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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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 别抢一个 这孩子怎么了 这谁家的孩子 别抢了 小姐们 别急 小姐们 小姐们 别急 小姐们 这孩子不行啊 殿下 让一下 谁家的孩子啊 这这 这孩子 殿下 不要动 为何 这孩子面有病容 千万要小心 大哥 你可知道 方才这孩子 在那边下我起食 现在却成了一具尸体 我也没想到啊 大哥 走 殿下 不好了 徐皇要在河堤 处军河棍 快走 跪下 治水是朝廷大事 朝廷每年拨下的钱财 难以计数 结果 却是河水溃滴绝口 钱都花到了哪里 你们又探了多少 这 本王只用你们的人头 来祭奠那些冤死的灾民 徐皇殿下 今年水灾 百年已遇 何道年久失修 修缮的人力物力难以跟上 他们 他们能维系到现在这样 亦实属不易啊 我们这些水官 为了治水 施主都在河堤之上 救灾的钱财 根本不经我等之手 我们 我们如何能藏无那些钱财呢 死到灵头还敢狡辩 斩了 我皇和 一生治水 不曾想到头来请治水获罪 死在你们这些 方权贵族 恳光无力受伤 你 老天有眼 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王和 今日以命祭祀和神 就不劳你们动手了 来 孟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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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二哥 住手 你疯了 这些原死的灾民 都是咱们治水无能所治 皇和犯来自古以来 发生这么多次 从来就没有治好过 为何叫都督他没有罪 二哥 你为何没有调查 先主将来杀无辜 你给我让开 你想干什么 姐姐 不得无力 退下 殿下息怒 不宜与祥王动手 袁侃 这次华州治水 由本王说了算 你少跟本王抢功 记住 如若还有下死 二哥定不饶你 袁夕 你让开 小王殿下 王大人这死的冤枉啊 王大人十四岁就随父亲上帝 学习治水之道 三十五岁习惯 成了大宋的和曲使 王大人带着我们三个月 日夜守在大地上 竟落得这么个下场啊 许王王下治水功臣 齐最难逃 王大人王死 我定会为王河大人洗刷冤屈 你们都是治水功臣 当此危难之急 水师克不容缓 还望各位大人 能与本王同心同德 全力治水 可否 我当身为水官义不容辞 沙袋有假 挡不住水 你看那些都是 快上过来 到底是谁 将加固堤坝的沙袋偷空减料 撕吞了救灾的钱财 皇上王殿下务必要明察 好 各位大人放心 本王 定会给一个交代 殿下 水打来了 我一直想说一句犯上的话 皇上根本就不应该派楚王 跟许王来治水 这两个人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们得防着他们 迟早会给我们添麻烦 这二位兄长的秉姓 我最清楚 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 倒是今日 老和官所提及的 汤污治水之钱财 易姐 你要仔细撤查 放心吧 进了城我就去暗访 华州之州叫刘毅 公布下放的救灾款 全是由他来负责的 这个人 嫌疑最大 这个袁侃 一到华州便开始与我作对 相望这次分明是想和殿下争权 以便来日在皇上面前邀功 我封太子 原侃 这一次你休想再挡住我 明日一早你便入城 去告诉芝州刘大人 让他对原侃有所提防 属下明白 发善心施舍些饼子也会死人 殿下 此地是灾区 比不了京城 皇后娘娘知道此地辛苦 才派城来与殿下同行 哎 这个 被苏易俭说过 说这 大水退去之后 我们趁机回去吧 我就觉得我 我还是早早回宫为好 你看这地方又潮湿又有蚊虫 恐怕我等不到大水退去之日 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殿下 都知皇上想借此次治水之机 来评判三位皇子的才干与德行 回京之后便定下太子的人选 相望屡屡出奴皇上 而许王呢又生性暴躁 殿下是最有机会胜出的了 若此时退缩 岂不是辜负了皇后娘娘 我命都快没了 还要那太子之位有何用啊 殿下 你看这个 这是他们送来的 华州城水溪地星图 这绝口有多大 五百五十七不宽 五百五十七不宽 如此看来 那不止华州有危机 就连伟城 通历 蝉州 浦州 德卿 也都危在旦夕 是啊 竟如此严重 发生了何事 殿下 百姓暴动 将许瑶的帐口围进来了 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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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不就杀了几个河关 怎么就引起了民乱 殿下 外面百姓太多 回避不得 局势混乱 倘若他们围攻本王 该如何是好 殿下 相识而动 务必给百姓一个交代 否则会大肆迷心 大肆迷心 再者 相亡和楚王 如果再煽动百姓 会对殿下大为不利 大为不利 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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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是不是大水来了 殿下摸吧 是灾民的闹事 许王杀了水关 又逼得王大人挑了河 百姓为民不平 把他的帐篷给围了 殿下 臣以为 此时殿下应出面 平息此事 我 我能做什么呀 殿下试想 此事由许王而起 若是殿下出面 安抚百姓 且能平息此事 那便是立了大功一件 皇上知晓后 并会对殿下另眼相看 这么多百姓 这 我 我能平复得了吗 殿下 各位相信 各位相信 算官王子 贪腐成性命 证据居在 最终 他是畏罪自杀 朝廷所为 皆由法度 各位 切莫被有心人唆使 影响朝廷命官执法 你说王大人是探官 证据呢 证据 证据 朝廷公议公布 就是无凭无据了 相信们 他这是草菅人命啊 对 草菅人命 对 草菅人命 放肆 这我们公布大人 公布大人 杨菅人命 公布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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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相亲 三弟 各位相亲 我乃襄王 赵元侃 请各位相信听我一言 人死不能复生 王大人的遭遇 我感同身秀 既然王大人是好官 为何还逼他自尽 王大人被逼投河 庶民河关被斩 本王难辞其咎 所以 特意到此奉经请罪 以示惩戒 各位相信 可以来拿本王出戏 以剑 三弟 你这是要干吗呀 你们打 这是什么事 好 既然没有任何伤心愿意出手 以剑你来 以剑 打 快 来 到手 殿下 到手 打 打 再打 继续 来 继续 殿下 殿下 继续 继续 殿下 打到三十分满意为止 继续 打 殿下 不能再打了 打 殿下 不能再打了 打到三十分觉得出完戏为止 他们都跪下了 三十分出完戏了吗 出完了 继续 不行 去 担心 可怕 等我 在这里 向鲁瑶湘星 道歇 thanking 来 来 救我殿下 走吧殿下 来呀 殿下恕罪 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要是不重 难以复重 比起黄河 还有其他止水管 连性命都丢了我这点伤 有酸奶的水 玉琴 我看你 与小时从大难中挺过来的人 今日才会阻止我 给小伙发粮 兄长去世以后 我便随嫂嫂在属地逃难 正好也带上官公子放粮 就像今天的楚王一样 他们随意的把粮食抛给灾民 灾民上去哄抢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粮食 对于灾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一群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 突然看到了救命的粮食 他们肯定会拼了命的去抢 甚至会互相残杀 幸亏嫂嫂及时拦住了我才救了我一命 难怪 我看你如此敬重一命 也就是因为那次 我跟嫂嫂就走散 独自流落 一路辗转 终于在东京相见了 没想到这么快 就又分开了 眼儿不是那种 今天有命 甚至百步的阿贵哥名字 他会活得很好 我有预感 我们可以遇到他 肯定会找到他 一定会 肯定会 每万анные 判断 类二 粉垢 呃 清掉 小布 不要 开了 是 給你吃 過來你要吃餅子 別急 我拿吃麵我給他做餅子吃吧 謝謝我餓 什麼時候才多好 別急 再等一會就快好了 一會等鍋開了把餅子放進去 把餅子下下去就好了 等這一鍋開了 咱們就有得吃了 來這個給你 姑姑這幾個你拿著就行了 你拿著就行了 姑姑姑姑 姑姑 拿著 姐姐姐姐姑姑暈倒了 謝謝姑姑 你快暈倒了姐姐 姑姑 你去拿口水來 好好好 來 當心點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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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在乎 不烫吧 不烫 朕刚看到华州支州的奏折 朕在粮食已全部发放 百姓生活安置有序 看来远看他们三兄弟治水得利 初见功效 陛下所言极是 楚王有条不紊 许王雷厉风行 但最出色的还是相望 他废寝旺时 抵制严司 身先士族 力挽狂澜 你是不是得到原侃的好处了 竟为他说好话 臣只是巨师禀告而已 这立出大计 水灾之后 陛下可是有定论了 眼下看来不是时机 朕已派寇总和王秦若 到华州去微服私访 等等他们的奏折吧 寇大人哪 虽说你我二人有皇上的上方宝剑 可以先斩后奏 但是考察的可是三位皇子 哪个都得罪不得呀 王大人不必害怕 我们是奉旨督察 如实禀报就是 是是是 那到了华州 不如你我二人先避开皇子 私下考察一番 查查他们治水的实情如何 如此甚好 到了华州 我们见机行事 好好好 好 走吧 驾 襄王已离京多日 轻衣毒手王府 辛苦了 多谢皇后娘娘垂青 殿下为皇上分忧 臣妾理应打理好王府 为殿下分忧 让他安心治水 皇上剑伤复发 日中一日 一边思虑朝政 一边还要担忧水灾 倘若没有襄王替皇上分忧 病情不知又要加重多少 有皇后娘娘照顾皇上 皇上定当 龙体安康 老儿弥坚 襄王近日可曾回府 不曾 可有家书忌讳 说没说 还有几日治灾结束 何时回京 襄王真是心怀天下 比起那治水的大雨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皇后娘娘过奖了 皇后娘娘近来日渐消瘦 定是为了皇上的病情 粉黛不失 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带 可见他们真是情意深厚 才会牵挂至此 未必见得吧 奶娘何处此言 皇后明知道皇上病重 今日却穿了一双大红袖鞋 藏在裙底下 奶娘可曾看得仔细 看仔细了 那双大红袖鞋 还绣着一对 敲警鸳鸯呢 在皇上和别人面前 他定不会这样穿着打扮 今日见我们 怕是没来得及换下来 乡亲们都快点 都到华州城去 都到华州城去 别担心 连避养的东西都放下 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婆婆 官府发告示了 说这洪水啊还要再涨 我们这里地势低 会被淹了的 都得迁到华州城里去 来 走那儿 走 来 千玛 是 夫人 夫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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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姝 姐姐有何吩咐 以后见到李皇后说话误会 尤其是殿下在华州治李皇后一时 一句也不要向李皇后投入 李皇后带人和善 对我们都十分关照 每次进宫 她见我都会问我两句 相望殿下近况 皇上派三位皇子一同去治李皇后 这分明是要考验兄弟三人的能力 事关离处 以后李皇后问及相望殿下的事 你便说一概不准 嗯 玉姝记下了 殿下 殿下 殿姐 殿下 怎么了 糟了 父亲喝到水 很多堤坝都已经绝口了 这儿太危险了 快跟我进城 我们不能现在就离开 殿下 红水来势凶猛 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你别再犹豫了快 下 走 下 冷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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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会当辞职呢 你怎么会当辞职呢 卫霞 诶 不诶 如果 殿下 你把他拳击绝口的虾带都是临时拼凑 根本挡不住洪水 你看 你把他绝口就越来越夸了 就是这个 殿下绝地了 绝地了 绝地了 不可让大水冲回城门 殿下 快给我去堵住城门 是 这边 这边 快点 大水淹成了 快拿沙袋堵住城门 大水淹进来了 快拿沙袋堵住城门 快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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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水淹走开 我来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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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啊 沙袋快点晕倒 来了 来 挺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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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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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 放手 快点 别住 往上队最高一点 往上队 快上队 快上队 快上队啊 要哪里啊 快上队 来 别过来 别我 快 给我下队 好 走 好 走 走 好 好可爱啊 爹 爹 驾 驾 殿下 去哪里 来 驾 快快快 抬出来 小心 我的花瓶很贵的 过来过来过来 来 马好马好马好 小心哪 这是怎么了 殿下来了 殿下 情况紧急 殿下莫再犹豫了 现在整个华州城被洪水包围 随时会被淹没 唯有北门地势颇高 尚能通行 殿下 还是请尽快离开此地吧 可是水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治 但是 本王回京 也没有办法向父皇交代 殿下 这华州水患历来无人可治 下官愿护送殿下 到卫州城赞毙 等洪水退却后再回来不止啊 女儿 殿下 下官为殿下准备了一些盘着 请效答 芝州大人对本王我 还真是一片忠心啊 待本王回京 定会禀奏父皇 命你到京城认知 多谢徐王妻吧 易姐 把箱子都放下 放下 二哥 这是要去哪里 这些差异们 抬的都是什么东西 与你无关 无需多问 易姐 把箱子打开 果真如此 流之粥 贪赃枉法 所贪的财物 二哥 你不会都接受了吗 你胡说 二哥 今日河堤绝口 大水淹成 城内外不知死了多少百姓 全都是因为他 贪赃枉法 偷工解料所致 可知你手中 死了多少花朱的百姓 此次若我们杀你 天理难容 相望 相望 冤枉 一点都不冤枉 何须是王河 围观青年 爱民如此 本是治水的功臣 就因揭发你的不法行径 凡被你栽赃陷害 怀恨致死 若不是因为王河 今日大水 早就淹到城里面了 三弟 自从我们来到华州 一直都是我跟刘志舟交涉 他的功过 由我来评述 你 无权干涉 好 二哥不动手 我亲自来惩罚 一简 采 将这个狗官给我拉出去 是 谁敢 你们要干什么 三弟 你真的要跟我翻脸吗 皇上特使 寇大人 王大人到 尚方宝剑在此 如皇帝亲礼 本官现已查明 华州知州留意 贪污治水款项 收受贿赂 华州淹污治水 罪行被王河揭露 怀恨在心 故而诬陷王河为贪官 现有多名水官可以作证 还有账不可查 刘毅罪不可赦 即可查办 来呀 将刘毅拖出去 斩力绝 救救我 救 把这些赃款赃物一并收押 是 参见殿下 原刘毅 原刊 你到底还是容不下我 非要跟我作对 是吗 十二哥 本人蒙病了吗 堂堂一周抚养 如今却成了藏污纳垢之所 殿下 下官与王大人 一到华州多日已掌握证据 徐王与之州暗通关节 中饱私囊 接受了不少的金银财宝 我二人一定在皇上面前 如实回禀 徐王本是来华州治水 没想到生出此事 皇上必会失望之急 有劳二位大人 殿下 恐怕这是湘王和寇准 王秦若串通一气 有意为难于你 远看仰仗父皇宠爱 竟让我颜面尽失 我 殿下应先下手为枪 尽快修一封奏折 派快马送到京城 把所有事推到湘王身上 否则一旦让湘王抢先 并走皇上 会对殿下大胃不利 大水尚未褪取 这城墙怕是会支撑不住 城墙一旦倒塌 这华州岌岌可危 根据水关推测 近期还有大雨 黄河水位持续甚高 有席卷重来之事 华州如果被淹 京城可就难保了 我已经派人将密奏送往京城 请皇上下旨 让各州府赶紧调拨沙袋 还有救灾的粮食 力争保住华州 大人 看 如今学口已经越过越大了 即使准备了足够的沙袋 也于事无补 以下官之见 与其修补大敌 不如引走水势 方能救得了华州啊 寇大人言之有理 可是 该从何处分流 又该往哪里引走水势 这还需仔细筹谋 以免伤机无辜 这个华州城啊 三五年就会发一次水灾 水灾之后啊 百姓容易闹病 有些人挺过了水灾 还是难逃一死 来 来 你们两个人把门 另外两个人去那边交叉 是 是 大人 下官盘查多遍 未能见到刘娥的名字 有劳主事大人 继续盘查 是 又倒了 乙父 又有人倒了 快来救人哪 此人一定是干人了 把他抬到空旷通风这处 任何人不得及解释 楼下出事了 救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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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救人哪 是 救人哪 Ivy 最 cool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诗签 更尽一杯酒 隔一圈 贪人数 最难换句 一离别 千墨自沉碎 听去阳关车 年古人 千里自此 共鸣 月 今一杯酒 隔一圈 贪人数 最难换句 一离别 一离别 千墨自沉碎 听去阳关车 年古人 千里自此 共鸣 一离别 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爱奇艺 明年 未经许可 明年 未经许可 编达 明年 未经许可 对 明年 未经许可 明年 未经许可